阿涵經的故事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阿涵經的一個故事 叫做摩赫蘭捨身為眾的菩薩行典範 摩赫蘭是一個人的名字 摩赫蘭他捨身為眾生的一個菩薩行典範 我們在每一次共修完的時候 最後的回向祭都會唱頌世事常行菩薩道對不對 我們在回向祭的最後一個句子的時候 我們是唱頌世事常行菩薩道 那這個菩薩道是我們大聖佛教的一個特色 我們知道說要成佛就要度眾生 度完眾生然後成就了才可以成佛 所以在我們修學佛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立他的一個想法 我們要利益眾生直到成佛 那所以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就說 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不久之後 那波斯尼王即位 因為在印度當時的話 有很多大大小小國家 那在恆河中有的一個喬薩羅國 就是波斯尼王他即位 那因為波斯尼王很年輕力大 他即位不久之後 他為了展示他的國家很強大 為了展示他的國威 所以他就向林邦 加皮羅衛國 搶索公主為妃 加皮羅衛國就是 釋迦牟尼佛的這個國家 他就想說 要搶索他們的公主為太太 然後為妃這樣子 否則的話就要以武力相向 那釋迦祖的王室呢 受到這樣子的威脅 威迫 脅迫 大家都很憤慨大怒 紛紛的說 我們是尊貴的學童 怎麼可以和他們卑下的種族通婚 因為在印度以前的話 是存在很強烈的種族的差別 因為釋迦祖是黃種人 那這個波斯尼王他是白種人 所以他們的想法裡面是 種族不同的話是不互相通婚的 那釋迦祖他們也覺得 他們的血統比較高貴 所以他就是很親視這個波斯尼王 但是現實的情況 因為加皮羅衛國他地比較小 而且他力量比較薄弱 他國力遠不敵喬薩羅國 所以有的人就是 持贊同的意見 那當然也有持反對的意見 那在正反雙方意見僵持不下的時候 有一個王室的成員就是 就是摩赫蘭就是今天的這個主角 他就出了一個主意 他說不然的話 我們我就將我家中的一個悲女的漂亮一個女兒 就假冒成自己的女兒然後就嫁過去 就是說把悲女的女兒裝成是公主 然後就把她嫁過去 就衛裝一下然後敷衍一下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都沒講嘛 那波斯尼王他很滿意 這位從加皮羅衛城來的這個妃子 所以他就馬上立他為皇后 那不久這個皇后生了一個很端正的兒子 生得波斯尼王的寵愛 那波斯尼王就叫他 將他取名為皮琉璃 皮琉璃 那並且正式立他為太子 那在這個劉璃太子八歲那一年的時候 波斯尼王想說他從來 這個太子從來都沒有回去外祖父的國家 然後所以他就想說他外祖父 摩赫蘭很會射箭 他可以去那裡學學射箭 那所以在他這個劉璃太子八歲的時候 他父親就把他送回去外祖父 假裝的外祖父 就是摩赫蘭那邊 加皮羅衛果那邊去學射箭 那摩赫蘭他就找了很多年紀相仿的 年輕的同志這樣一起辦學 那事情倒也還很順利 但是有一天這個劉璃太子 跟一群學童就到城內 一座剛落城 但是還沒有啟用的大獎堂 在那邊玩耍 那這個獎堂建得十分莊嚴 世家族人生以為榮 那他們也打算說在講堂 開始啟用的時候就供養佛陀 供養比丘們作為啟用的一個儀式 希望能夠帶給族人好運 但是當這群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沒想到這個劉璃太子呢 他可能也在家中是太子嘛 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做到 講堂中央最尊貴的這個主座上 那他這個舉動呢 令在場的世家族人 他們很錯愕 然後 祭之大怒 因為 他們知道他是奴隸 悲女生的兒子 所以他就將他強拉下來 然後把他 推出去講堂 把他摔在門外 就罵他說 你這個悲女生的孩子 天上人間都沒有人敢做 這個中央大位 你這個小孩竟敢搶著做 那這個劉璃太子 他就 也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只是他覺得 好像 別人很侮辱他 然後他就爬起來告訴自己 告訴他的同伴說 以後 我當國王的時候 這個世家族人對我這麼 如此的侮辱 以後我當上國王 我一定要報仇 所以這個劉璃太子 他從來沒有受到如此的侮辱 所以他內心非常非常的稱恨 所以人的稱恨是非常可怕的 那 他後來當然他也跟他母親求證了 他就是奴隸的孩子嘛 所以等於也是從天堂掉到地獄一樣 你的身分就完全改變了 那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他後來 他甚至串奪了王位 就是父親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留王位給他 那他就串奪了王位 那他也一直記得 海時受到的仇恨 那所以他就 當串奪了王位之後 就馬上起兵要攻打加比羅衛城 那當然 佛陀知道了這個訊息之後 畢竟 佛陀就是加比羅衛祖的人 那知道說 加比羅衛城會有這樣的一個災難 所以 他想要阻止流利網造了很大的沙葉 所以他就在 在經過加比羅衛城的 必經的路上 就很醒目的就坐在一棵枯樹下 然後就等待流利網的到來 那流利網他率領的大軍 然後要經過這個 加比羅衛城的路上的時候 就看到佛陀就坐在 陸中央 他就感覺很奇怪 就問他說 佛陀啊 佛陀 旁邊有那麼多的 枝葉茂密的樹 那你為什麼不去坐在樹蔭下 為什麼坐在這個路中間 在這裡曬太陽呢 那佛陀就回答說 親主的避孕 勝過任何的避孕 那流利網他當然知道佛陀 他是想要 威護他的親族 那 愛於當時佛陀的威德 因為大家都知道佛陀是 一個 成佛者 那所以他也不敢去侵犯佛陀 所以他就退兵了 第一次第二次 然後不久之後流利網又仇恨心又升起的時候 他又想說再度起兵 那佛陀一樣就是照這樣子 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馬上就請他的弟子 帶他然後坐到路中間 然後流利網當然就是不好意思強行 所以第二次又半途而退 那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 流利網又起兵了 那這次 穆建聯就向佛陀提議說 不然就利用他 就是穆建聯的神通力 將流利網的大軍移到他的他方世界 或者將整個嘉比羅衛城移到半空中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 流利太子就找不到嘉比羅衛城了 那佛陀就問穆建聯說 以你的神通力可以移動得了 世家族過去所造的業力嗎 我們知道說神通是 敵不了業力的 那穆建聯當然也知道 他說不能 那所以佛陀當然知道 當時的局勢跟環境 他也感嘆世家族因為過去的 種種的業力已經成熟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扭轉了 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已經沒有辦法扭轉了 因為這個流利太子的 承認心非常非常的強 那所以最後嘉比羅衛城就被攻破了 那流利網的軍隊就到處捕殺 世家族人 那瘋狂的集體屠殺 那這時候身為流利網的假的祖父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摩赫蘭 這個假的祖父 他因為是王室的成員等於是那個國的國王 那他就出面 他看到流利網這麼憤怒的殺了 要殺了他的所有的族人 他就出面對流利網提出了一個要求 他就小小他就說對流利網說 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因為我們國裡 國家裡面有很多的婦女老幼 拜託你不要殺這些人 你就讓我潛到河裡面 碧氣潛到河裡面 那只有一兩分鐘這樣子 讓我浮出水面之前 就讓那些婦女啊 那些小孩子 讓他們逃走吧 不要趕盡殺絕 那在我浮出來之後 還來不及離開的這些族人 那就任憑你處置好了 那流利網說 流利網想說 他只不過是一兩分鐘嘛 浮出 潛到河裡面然後浮出來 只不過是一兩分鐘 他也覺得這樣好像蠻有趣的很刺激 那所以他就答應了這個摩荷蘭 那摩荷蘭他一潛入到河裡面 那 幸存的這個世家族人就開始 逃離出城 那過了好一陣子 十分鐘 眼看成功逃出城的世家族人 越來越多 怎麼這個摩荷蘭還沒有浮出來 十分鐘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還看不到這個摩荷蘭浮出水面 所以流利網就起了疑心 他就派人 潛入河裡面一探究竟 結果發現摩荷蘭早就在水底 氣絕身亡了 只是他將他的頭髮 以前的人都很長的頭髮 他將他的頭髮綁在水底的樹根上 難怪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直扶不上來 那 那殺了眼紅的流利網 看到祖父這樣的死罰 去拯救 為了拯救他們族人 然後這樣子犧牲自己 他也升起了後悔之意 那 不過 越加比羅衛城就這樣子就被毀滅了 我們知道說世家族他最後是滅亡的 那 這個流利網 他就回到了網舍城之後 他發現他的義母哥哥 正在歌舞作樂 然後他就怒火中燒 他就問他哥哥說 為什麼你不幫我一起去 滅加比羅衛城 那這個祺陀他的哥哥老就說 他不忍心殺身 那 他因為聽到這樣子又很刺激 所以又盛怒之下又拔劍一揮 然後就殺死了他的哥哥 所以 在七天之後 這個社會城就起了狂風暴雨 以及水沉災 最後流利網他就這樣子也被淹死了 因為他犯了重大的業力 他等於是殺死了父親 是沒有親自殺死的 不過是串朵的王位 等於是間接的殺死了他父親 然後殺死了那麼多的眾生 所以最後死了之後就 往生到阿比地獄 那這個 靜末的時候 佛陀有講述這個 釋迦祖過去的一個業緣 為什麼整個釋迦祖會被滅亡 他說釋迦祖人在落甘 落甘事前 在一個很激緊的一個時代 因為大家缺少食物 那為了生存下去 所以他們去捕捉一條大魚 那被捕捉的魚呢 因為每一個人就是活活的去割他 每一個家族就去割一塊 一塊魚的肉 那這個魚心存報復 就是非常的憤怒 非常的痛恨 所以這個魚就是後來的流利網 那當時的佛陀 他沒有去吃那個魚 他只是在一旁看人捕魚 那他就是看到 然後大家在捕魚在鯊魚很刺激 很高興 他是起了高興的這樣的心 所以他後來就說 他成佛之後 有三天的頭痛的毛病 這個也是因為業力的 不可思議跟糾葛 業力的不可思議跟無奈 所以從這個故事 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但是我們知道說因果很可怕的 那一個錯誤的因 可能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價 那當然這個故事裡面最主要就是主角摩赫蘭 他因為當初的一個錯誤的一個決定 然後就中了滅掉主人的這個因 那當然他在最危急的時候 他為了救更多的人 他也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 然後去救救更多的族人 讓更多的人可以逃命 所以也算是功德無量 那當然這種因果也非常的錯綜複雜 他有友善的然後有惡的 就是非常的複雜 那我們也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到 稱心的可怕 其實他們說起來都是清晰的 再怎麼樣 他還是這個流利網 還是等於是四家族的 就是有四家族的血統 那他因為一念的稱心 他就滅掉整個自己的族人 所以我們講說一念稱心起 你可能就六親不認 然後我們普通講的說六親不認 當我們稱恨心一起的時候 你可能什麼事都不管了 就是做了很多錯誤的錯事 那從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當初他們對血統的這種執著 人對自我的這種優越感的執著 所以也會導致自己 遇上以滅亡 那總之我們來信火學火 就是要去惡向善 然後能夠淨化身心 能夠利益他人 那就是從這個故事當中 可以讓我們也學習到很多的 那總之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去惡向善 然後淨化自己的身心 去掉那種對自己種族的那種優越感 然後就是學習摩赫南的菩薩 利他的這種典範 小鷹 是 有 有 讓我去 你 我會